參與是預算系列的論壇 應該是第二場 那即將要開始這樣 那我先簡單的自我介紹一下我今天的主持人 趙文成 那我現在在米津市場前年不認識 那我其實今天很開心可以邵邀來這邊 來跟朱老師對談 因為其實之前其實就有機會聽過朱老師 在談的地方財政跟參與式預算做為主要檢討 那可是我自己的生活經驗其實跟地方財政其實蠻有關係 所以我自己是苗栗人 那苗栗呢其實在過去我們都知道有一個人很紅 那個你是誰 老劍齁 你知道地方上大家都叫他什麼 叫他牛百億 老百億 那為什麼要叫他牛百億其實跟今天的其實蠻有關係的 那我來講一個小小的故事 那這跟劉百億沒有關係 劉聖皇他剛上任的時候 苗栗縣政府的債務的赤字差不多是238億這樣 那到現在呢 到現在呢 就是即將要卸任 那這是最新的 就是102年 就是中央審計部他的決算書 你們猜現在債務是多少 有人有看到自己的新聞嗎 猜一下猜一下 喊價猜一下 900 500 欸沒有那麼高 再低 差不多再低啦 差不多400億出 那這個東西其實跟牛百億有關係 我們在地方上的感覺是說 過去喔 苗栗就這種 他給人的印象就是 土豪 然後土菜 這樣 那他其實上也 也真的是這麼高 他在苗栗的做法就是辦很多那種 比方說他最近要請沙拉布來辦 或是那種山大南高一段苗栗去唱歌 然後辦煙火啦 等等之類的 那當然最 所以 被大家所知道 好像說像大土事件 他所在 那其實是一個 特定的計畫劇的開發 那政府也是紮很多錢 這樣 所以其實苗栗先生 我們在過去 呃 就算我八年執政以來喔 他 大型育民各種的公共建設啦 那 可是呢 在這個 他的大型育民的過程當中呢 我剛才就導致在聊 八年 累積200多億的債務 這個算是一個合理的數字這樣 那當然 那老師的回答 等一下會給大家更仔細的回答 但是 老師簡單回答是說 要看說你投資 跟銀行借這200多億 那你投資 長期下來 能不能夠 為苗栗地方 創造新的稅收 那可是我們自己在苗栗的感覺是說 就是那個路啊 或是各種建設一直斬下去 可是 你也看不到一些新的 一些新的商機啊 或是新的人 移入啦 苗栗過去八年當中的人口 還是持續的在 進一出啦 那 所以呢 如果說我們就這八年來說 你這200多億 然後你去投資各種東西 事實上 就如果說 舊成本效益來不配辦 它事實上是第幾個 而且它是一個 我們常常說 現在苗栗的預算其實是一個失控的狀態 就是說 我們自己所了解 其實苗栗先生本 它是不斷用 新的債務 借錢來養 來還 它舊的債務 這樣 就是另外一種卡聲 就是以債養 債來還 它的自己地方 政府的債務 這樣 所以 苗栗先生本有可能成為台灣 第一個破產人 這個現場人 我不知道 可是 我們覺得這個是一個隱憂 但也用這個小故事 來跟他談一談 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談 參與市預算的重要性 其實在於說 我們剛剛看到 苗栗過去八年來說 累積的這些債務 你知道嗎 苗栗縣的 人家說 苗栗縣的縣議會 讓你們猜 它過去 它有沒有刪過任何一毛的預算 有嗎 我知道問大家有沒有 沒有嗎 那我只要問的是說 你猜一看 它過去 應該是說 它過去幾十年來 其實 苗栗縣那本太多 你之前看到的 稅率差不多有20多年 從來都沒有刪過一毛預算 當然苗栗縣不是唯一的個案 就是說 其實台灣有其他的地方政府 類似的狀況其實也蠻多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地方的議會 議會 它本來的功能是什麼 它本來是幫人民 幫人民勘警核 幫人民去監督行政機關 然後去勘警 就是政府到底有沒有亂花錢 可是其實像我們大部分都知道 地方的議員 剛才跟老師一樣 其實很多議員 其實連預算數都看得太好 更何況要刪預算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 這整個地方政府的 比如說用錢啊 這些參政制度 然後包括說我們現在的地方的議會 這些議員民意代表 他們是不是真正的 真正的在為人民勘警核 包括或是把 要求地方政府把錢花在刀口之上 其實這個東西其實都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 所以在這一個情況之下呢 你就會再看參與市預算 就是說 背後更大的精神是說 讓全民來監督政府怎麼花錢 這件事 其實它有很重要的意涵 就是說 我們地方的民主的發展 也應該要走到這樣的地步 是說 現在不是只有大利益制度 不是只有民意代表 他可以去監督預算 其實所有的人民 都應該用那個權力 去監督政府到底是怎麼花錢 不是只有透過民意代表 去做這件事 所以才會回到說 我們預算 我們自己要負責 事實上說 很多的公共政策 其實人民 就應該要在那個決策的過程當中 即使是哪怕是預算的編列 其實人民都應該要有機會去參與其中 知道說 我們 到底每年 所講的稅 這些錢 到底政府怎麼花 那人民應該要有 有講話的機會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 我想等一下這個 朱老師的 演講一定會非常的精彩 那 也稍微簡單介紹一下 朱老師背景 他過去其實是一個財政的專家 那 他也帶過健保局 那事實上他過去一直都在 嗯 跟 我剛剛講 剛剛說像台北市的議員 跟他們上課 這樣告訴他們 或是跟議員的助理 告訴他們 怎麼樣去看預算書 我想這個東西其實是一個 學習過程 就是說 很多人其實 你就算 拿到一本預算書 其實 你沒有人特別跟你講 大概也無從 看齊 所以 我們今天很開心 邀請到朱老師 來跟大家 來談一談 畢方採證 跟採證是預算 那我想 我們就把時間交給他 那請大家 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 朱老師 謝謝 非常謝謝 那個 那個 烏兄的一個主持 那 剛才這個 這個 這個 副主問一下 副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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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苗栗縣 因為我最近有知道 苗栗縣 因為中央對苗栗縣的補助 他有時候那個補助 規定他要做什麼用途 他就把那些補助館 移到其他去 結果被財政部 把那個全民黨追回來 否則以後就不給他 他也乖乖的 這個 救官 財政局長跟我也很熟 他也很頭痛 就是說我錢就是不夠 施政 議會又通過那麼多錢 錢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就能夠 我就只能夠說 從這邊的錢 本來規定叫我要做 要買菜的錢 結果我去做 其他去看電影的用途 這個是在華麗上是違規的 所以就要強迫他來 可是另外有一個蠻詭異的東西 這個幾個債務比較高的縣市 他的人民的滿意度還蠻高的 這個就會想到是說 我一直覺得說 因為一般的人不曉得 整個預算的一些情況 會我們實際上社會有一個幻覺 那個幻覺的時候 如果就是剛才主人所講的 如果沒有處理好的話 就是我們後代子孫的負擔 我們是爽在我們目前的 我們會後代子孫的這個負擔 所以我們現在為什麼說 我們這個參與式的預算 就是說我們的預算我們來決定 可是我們也要對子孫來負責 不要說這個完全是只有考慮到目前這個 那今天講這個參與式預算 我可以跟各位講 如果說今天有看到那個自由時報 就有提到說 國民黨在台北市的那些局處首長 或者是國民黨的那個議員 說參與式預算不可行 那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看看這個不可行 可行不可行 因為上一場也有提到說 世界上很多這個帝王政府 都有參與式預算的那個實施 美國也是有 各位可以看那個歐巴馬和那個白宮的網站上 他也有參與式預算來推這個 因為我們這個政府的官員 有一個不好的現象 那個不好的現象就是以前有的他都不敢 以前沒有的他都不敢 這時候跟法令會相衝突 只有什麼時候他會說可以啊 我剛才跟副先生講 只有在換了政府的時候 換了首長的時候 他就說可以 因為講得好聽一點是我們的官員 他的那個彈性 或者是那個試驗能力很高 講得不好聽的話就是骨頭很軟 他就會說 換了首長 如果這個首長要做什麼 他就說可以 然後比較老實的 會說 我們有一個辦法稍微改一下就可以 辦法不是法律就可以改 所以我今天給你就是用這個 不是外界手講的那個不可行 對我來說 這樣怎麼回用 後庭